天氣的部分要說到了 其實這個季節如果有颱風的話 真的是很難處理 就連氣象署都表示了 秋台路徑是很難預測的 只是如今真的有可能秋台大爆發嗎 目前在菲律賓東方海面上 是有熱帶擾動發展中 預估最快在今天明天這兩天 是有機會發展成颱風的 但接下來會不會影響到台灣 後續都要密切觀察 中南部晴涼穩定 未來幾天東北季風逐漸減弱 二十一號到二十二號 北部東北部氣溫小幅回升 基隆北海岸桃園以北東北部 還是會出現局部短暫雨 華東地區也有零星降雨 二十二號晚間東北季風再度增強 北部東北部降雨機率增加 氣溫再度下降 歐美模式模擬 未來十天可能有兩個熱帶擾動 發展 歐洲模式預報 臺灣上空路線很多條 顯示颱風活躍機率高 至於未來颱風侵襲機率 預報來看 往西北靠近 菲律賓旅宋島有七成以上的機率 是否朝臺灣的方向不確定性高 就怕颱風生成大家最擔心 會不會東北季風產生秋台共辦效應 二十五號之後 這個颱風的移動的一個方向 跟路徑其實就變動的比較大了 整個共辦的狀況目前看起來 可能沒有那麼明顯 專家說氣候上來說 十月平均有三到四個颱風生成 各國模式持續大幅調整中 現在下定論還太早 而氣象鼠也會密切觀察 記者綜合報導